记者陈恩惠台北报道,台北市某花园年前遭窃,挂在店门口的路角区和价值万余人的是松莲序遭窃,经调阅监视画面寻现追契,发现涉案的54岁孙姓男子远从一公里外的住处,骑车又不行,两次行窃都有便装,还自备购物带行窃,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拒报,调阅监视器发现车号, 寻见查到家座中正区的孙贤,通知他盗案说明,但孙贤仍时口否认,仅根据相关机证,比对申请讯后一切道罪将他含送。 警方说,无前科的孙男自己经商,家住秦南路某大楼并拥有房产,家境状况不错,私下聊天时,孙男自称相当邪爱之灾,盗案时坚决否认涉案。 虽然警方提出沿线的监视引带,反驳孙贤两次皆是大半夜从自家出门,骑车又不行,企图制造断点,然后带着赃物返家的画面行窃,但孙贤看过后人匡称那不是我啊,表示是他人所为,却又对自己的行踪无法交代。 警方说,位于北市仁爱路三段巷内专营婚礼,会场布置及花艺,直在设计课程的某花园。 上个月二十及二十六日凌晨三十余,挂在店门口的路角区和一盆价值一万两千元的石松又名马尾山,先后遭窃,让店家气炸报警。 调阅监视器回溯,发现窃贼两次都是骑着同步机车。 在凌晨三四点时,游井南路的住处出发,新智仁爱路三段将车停放在林蔭大道对接人行道,利用茂密树林掩饰行机,然后穿越马路走到二十四巷口,直低百余公尺向内的花园门口,持玉藏的剪刀爬上花台剪下挂在屋檐上的路角靴及时松。 警方说,窃贼第一次行窃时全森包紧不露面容自备购物袋将价值近千元的路角角装入袋内离开,隔了六天又来,再度便装着长大衣,头戴于服帽,口罩,拖鞋前往,但因时松垂之长达二公尺,窃贼只能手提带走,最后根据车牌查气孙南社案依法喊纵。